哈喽 你好 我是Alan 通常有客户问我 新家需不需要做白鱼的预防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单位的情况 OK 在这有些特定环境 白麦在分飞的时候都会被路灯吸引 所以会在这个区域盘旋 当然在他们被吸引过来的时候 像有些住家单位也会做一些鱼池之类的 所以这些鱼池他们在水流通过后 整个空气的超湿度也会比较超湿 所以白麦分飞的时候 像这边他们还有保留一个草地 所以是用人造草皮 可是下面其实都是沙跟土 所以白鱼在分飞它 钻到这边配堆做窝过后 也是会有能力入侵到住家单位 所以白鱼预防 我们会在一些特定区域 安装IG station 然后提早检测到有没有白鱼的问题 当然是说你们可以看到 住家单位我们也会安装 跟定期上门检查 像某些特定环境 你可以看到它户外这边 OK 灯下面就是一个绿化带 所以这边的情况就是 如果白鱼被灯光所吸引 它在这个区域如果坐窝的话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环境 它里面会有水管 跟电箱 所以水管跟电箱 它这些电线跟水管的通道 都是一路延伸进去住家单位内部 所以会导致 白鱼 万一白鱼在这边 成型座窝的话 就会容易耿住这些环境 入侵住家 所以某些特定环境 是需要做一些白鱼预防来 减少白鱼入侵住家的情况出现 OK 我是Alan 如果后续有什么关于拜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D